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苏 今天呢 我们要做一个童年对比 我们今天要来互相看对方的童年照片 我说实的话 我好像没有怎么看过你的童年照片 是不是因为有什么 那我们要不直接按照时间线来看吧 我觉得可以 alright 那我们直接回到90年代 第一张 Are you ready for this? 你猜哪个是我 最小的是你啊 那你多大这个时候 应该只有最多一岁吧 我估计 so chubby 但是我感觉 那么胖 对啊 我感觉 很丑的 可能这时候就太阳很大 然后就是like 太阳很大跟你丑有什么关系 哇 开始了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看到你这个照片我就放心了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小时候丑 那我很期待了 找到我们家的这个相簿 看起来就很有年代感 哇 挺舒服的 对 啊哈 你自己好小啊 我这应该就刚出生吧 没有一岁吧 那个红点是什么 不知道 就小孩子喜欢在额头上点一个红点 oh really 跟我有点关系吧 bro 哈哈哈 not at all crazy bro wow 那是你 应该是我吧 哈哈哈 你也还挺胖的耶 这是我人生中 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 我觉得 这也是我妈非常得意的作品 你有这么早就喜欢act呀 对 我妈说 哎呀 你小时候这个打电话的照片多可爱啊 啊 非常有这个表演天赋的 哈哈哈 你拿起这个电话就美 OK 我现在要给你看的照片还是比较 然后我过了这个时期就会开始好看一些 所以我先给你看这张 就你看我有多灯 看我这个笑容了 假笑 感觉好假呀 这是就是来中国以后了 小时候是金发男孩 对 你现在怎么不是的呢 我不知道 没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幼儿园 这是摆了个pose吗 我不知道 我好像就是不知道他在拍 哎 挺可爱的 而且你这么少还带皮带 哈哈哈 对 然后还有这个 啊 这个跟你现在有点像 对 我觉得你都能有一模一样的表情 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个背包和这个裤子就很 就很搞笑 多好都是条纹的 很配 OK 这个时候的海南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国人 如果看每个人 其实他们都在往后看 他们都在看这个 金发家庭 对 就很好奇 也是在海口的街上 然后就觉得很有年代感 我就很喜欢这个照片 然后这时候就开始胖了一些 然后那个头发也很紧 然后我想给你看Family照片 我的这个也很有年代感 这个你应该没有看过的 你看我衣服 让你看我姐姐的头发 就90年代的那种发型 哇好漂亮 I have a bow tie 为什么别人没有 bow tie 只有我有 bow tie 我小时候就挺喜欢baking 就是很喜欢做一些比如说甜品什么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小时候想做一个巧克力蛋糕 然后我把那个糖替换成盐 我当时做的时候我不知道 但是bake了以后 然后蛋糕出来了 我尝了一下 然后salty chocolate 我那时候可能只有4岁 我还记得有多难吃 哈哈哈 好 Next照片 when I was little I tried to kiss a dog and the dog like bit my face 这是被咬啦 对 你看有两三个线吗 但因为我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狗 他在旁边我这样 这样子 然后那个狗直接 有点吓到 对 但是就像这种 我刚刚提到这两个memories 其实就是我真的会记住的 That's crazy though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小 OK 下一个我要给你看是 其实我从小就会亚洲蹲的 What 这时候应该是我就是小时候又回到加拿大了 但是应该在中国学到了 然后回到加拿大就可以使用我的这个技能了 但是后来我应该就慢慢忘了这个技能 然后回到中国以后了 我就现在就又学会了 从小就很有五感 What's with your dress 90年代的裙子啊 感觉像那个Beauty and the Beast 那个裙子 哎哎哎哎哎美女颜色 对对对 你一会会发现这条裙子在我的童年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身份 它不停的出现 然后我的长相都完全不一样 真的假的 你变了那么多还能穿吗 我也不知道 That's so funny Can you do this kind of表情 这感觉跟我没有关系 这个人 你看90年代的 那我妈也是那种卷发 对哦 你妈妈也是卷发呀 感觉你爸妈就真的没有变 你确定就是是他们的孩子吗 不是这两个我确定是我爸妈 那个小的我就不是很确定是谁 你自己挺可爱的 你自己 哦裙子被脱了你看 肯定是我妈说哎吃饭把裙子脱下来 把裙子弄脏了 弄脏了回去还要洗 毕竟我从小就很爱把吃的弄到身上 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有很大的改进 我觉得我的表情都是这样子 你的父母的鼻子真的很高 那你那时候应该 鼻子还是算是比较小的吧 小时候还没长 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 有人就说我整鼻子 然后我爸就说 你要快看看我的鼻子 一模一样 怎么能是整的呢 哦 看起这个 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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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点 你这怎么回事 你头发是不是被直接shave掉了呀 我觉得这些时候比那个时候大了 因为有瘦下来的 对呀你自己瘦了好多呀 你太可怜了你从有啾啾到变成一个大兵 因为那个时候我爸妈忙然后没有空带我 我当时是在爷爷奶奶家 然后因为头发长可能就夏天不方便打理 所以他们就给我剃秃了 我的发型挺好的比你现在还短 对你的发型真的比我现在还短 你看我多么厉害 这小孩最多也就三岁吧 我已经学会为家庭分担他们的辛苦了 我已经在包饺子了 这手法多专业 从小就会 哦这张就是我说的同一张 哇哦 这个就明显你大了很多 但是还是同一个裙子 对啊 从99到秃头到这个 应该有一个至少一两年了 这个裙子我有印象 这个裙子我小时候还挺喜欢的 可能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被替秃或者什么 就这些东西对我有一些影响 所以其实后来我特别喜欢穿裙子 我不喜欢穿裤子 我喜欢你这个表情 小时候没有这么做做 长大了做做了很多 这是另外一条裙子 你裙子好多呀 哇哦 这里就好gangster 啊明明是很优雅 你看脚还一交叉多优雅 哦对对对 很优雅的 现在来看我的小学时代 我小时候super chinese 都是这样你看到了吗 啊这个时候好可爱啊 这时候是幼儿园 哇你哥哥都有阿迪达斯 你再看一遍 阿迪阿 阿迪安 对 你爸的花衬衫 对 然后我穿的是什么 Chicago Bulls 很有那个90年代的感觉是不是 OK 然后呢 我有一段时间 也不是一段时间 好像就一次 我做了一位model You ready for this? Really? You ready for this bro? 我特小伙儿 杰里德 你这个小伙儿 你现在应该一模一样 对 我这个帽子是什么呀 不是你的表情更重要好吗 我感觉我眼睛都没有开好像 你看我这个衬衫有多丑 我是应该当时是给他们拍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没有收到钱 我不知道是我父母拿到的钱 还是是免费给他们做的 还是什么 一层脚就被白嫖了 对 这个挺可爱的吧 帅的吧 我好像还有一个 对 你要打人吗 我不知道就是要干嘛 太尬了这些照片 然后呢 我到了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了 就这个时候 这是小学了 头发是like straight across 是那种盖了个碗 然后剪的吗 这时候是在加拿大 然后那时候有校服什么的 那时候眼睛怎么那么蓝 现在就没有那么蓝 lighting 这个lighting好 有几个牙齿已经掉了 你看到 我不管这个叫雀牙吧 已经到了2000年了 有一段时间我在马来西亚 就大概八个月吧 就一年 在那边上过学 这是我那时候打球球队的 哎你这时候高了耶 这时候有六年级 对 我那时候就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贝克哈姆 所以有一次我去剪发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我想要back him的那种发型 然后就弄一个 你就你记得吗 他以前是这样的对吧 他在中间这样子的 我也搞了一个就觉得挺好笑的 那时候 那你这时候眼睛已经开始像你现在了 就挺呆的 下一张也挺有那个年代感 我这边戴着那种 耳机就是刺那种 随身听 就很不舒服你知道吗 因为它们很重 然后那个CD player 这已经是02年了 02年 我们先看你的吧 OK 我又开始不太受控制了 这应该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了 你这这也挺可爱的呀 啊 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觉得好丑啊 你这个外套还挺吵的 这个外套我还挺喜欢的 两个袖的不同颜色 是挺可爱的 然后中间拉上好像是一个突八哥的头 OK 这个我就开始正儿八经大一点了 等到 You change so much 感觉是都不是同一个人啊 头发长了 然后你真的收了好多 其实我这个时候都 脸型鼻子 对鼻子也很 都跟现在差不多了 对 但你看我爷爷也是这种鼻子 就你这样看我 你感觉好像很大的对吧 但你看往大人身边一放 还是个小孩 对哦 但这个拍的我感觉我可以有一米八 对啊 下一集你你房见萌斯 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已经10岁 这个时候我在画画 好像地上铺的都是我画的画 然而很认真 就是你看到我 不是在辛勤的包饺子 就是在辛苦的画画 你这时候头发就长很多了 就是能扎起辫子之后 我就每次剪头我都必哭 我每次都要跟那个理发师说 不要剪太短 然后我妈讲 不要剪短点 然后我每次剪完头发出来 都是 对 对这差不多是01年的时候 我长这样 真的好瘦啊 又回到揪揪了 对回到扎了两个揪揪 我觉得就是我小的时候 对我被剃头有怨念 所以我成长的阶段 特别喜欢买披荆 然后每天都可以扎不一样的披荆 出去上学 可怕起来了开始 这个时候是我已经上小学 三年级之后的时间了 就这时候大了大了 你看这时候十几十来岁了已经 你这里大了好多 一如既往的喜欢穿裙子 就这个估计都是我生日的时候拍的 我发现你这里头发很长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就开始越来越 有自己对头发的控制权了 你知道吗 就越来越不愿意剪头发了 我们生日会办生日派对 我四月份生日嘛 我每年会从三月份就要开始准备 我的天啊 要准备的是你很多 小孩子觉得很困扰了 我要想我邀请谁呢 我要去什么地方玩呢 我要去吃什么饭呢 在麦当劳还是肯德基 我生日那天穿什么呢 我就想穿裙子 那时候也知道美你知道吗 就是哎呀我会不会显得腿错 那时候我一想到直接 我觉得这个还挺像的 这个照片也很有故事的 我的头上就是那一小桌 像刘海但又不像刘海 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就流行刘海了 然后呢 我妈不愿意让我剪 我妈就觉得不好看 但是我就很想剪 我就觉得他们有刘海的人好看 然后我就每天自己会在厕所里 拿剪刀偷偷剪 所以我的发型是这样的 确实有点像狗啃的 就是我要剪出那种好像是自然的碎发 不能让我妈发现 是我刻意动了我的头发的感觉 非常的难 你知道吗 聪明聪明 这个里面还有我喜欢的 那个时候喜欢的男生的照片 这个能播吗 是这个吗 对 你没有大的是吧 没有大的 大的可能当时被我抽出来 不知道做什么用去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 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跳到大概高中了 好吧 感觉跟你长得好像 其实就是一个你看 这个好好玩 而且你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对 就同一个学校 就是校服 这个就跟我很像了 反正这个是七年级 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看 高中的黑历史 这么透苦吗 那我有点期待 刚刚我们之前也提到你的发型 现在要开始提到我的发型 我到了高中就开始 Justin Bieber style 而且这个是在Justin Bieber 如果存在前 我是OG Alright ready 我都感觉回到70年代了 挺挺好的呀 而且你发现吗 这应该是圣诞节 然后感觉每个圣诞节 都有新的篮球 真的吗 对 那好我今后也每个圣诞节 送你一个篮球 延续这个传统 不要 谢谢 然后呢 这个是应该小一点 这个手好像真的小 你哥哥很大了 对我哥哥很大 我哥哥已经毕业了 你们在用筷子和中国的碗吃饭 我都没有注意到 我都是在加拿大 这个照片 不是正常的加拿大家庭 延续了在中国的习惯吗 你们还有那个小碟子你看 对对对放醋什么的 哦哇 真的很Chinese 然后高中最后一个 就是可能我16岁的时候 所以这已经算是我头发最长的时候了 人生巅峰 对 今天我感觉就真的就是 我们小时候都尽力过手 我不是刚刚说在高中的时候 就一开始是长头发吗 后来我就突然剪头发了 像最近 This is my球头的样子 打球的时候 有点帅啊 这时候就会串T恤在里面 这个有点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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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永远发现一个东西 你不会胸口是我们的 不会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是中国足球队的球衣 啊 最后这个 哦真的是 对就是中国国企 这时候我在加拿大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 他还进了世界杯 就是几年前 然后就是圣诞节 又拿到了一个球 哈哈哈 你发现吗 这不是同一个圣诞节 又是一个Squadding 我觉得我这时候 是我最愁的时候 我觉得这时候很帅 挺man的 这也是高中 这应该是十七十六十七岁吧 这个我觉得是他的颜值巅峰了 你们觉得呢 是不是晒得好黑啊 这个那个也穿的足球衣啊 那看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足球衣 That's my光头时代 那你这时候画发型又画了 对我这个发型就是在中间 就没有发型 没有 是在很尴尬的那个时期 这个时候五官也还挺晒 Thanks bro 所以这是我高中的几个黑历史 到苏苏的高中时刻了 这应该是六年级 哦 你是不是整的啊 什么鬼 刚刚感觉还挺好看的 怎么又开始那个了 因为刚刚那些照相机 那它比较模糊 这张是在影楼拍的 就他们拍的比较清楚 就有点过于清晰了 我一开始是先从单眼皮 然后变成了内双 就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内双 其实是双眼皮来着 但是你看不出来 然后再大了一点点 我大概六年级到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在变双眼皮 但然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是初中 对初中在一个老师家补课 然后她就教我戴隐形眼镜了 然后我自从戴隐形眼镜以后 我就感觉眼角也越来越开 我妈一直就怀疑是戴隐形眼镜不好 然后导致那个眼角开 但有可能其实只是长开了 然后双眼皮也变出来了 然后眼角也慢慢开了 然后就感觉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这人不一样 我初中时候的照片 这个时候就很可怕了 这是你吗 哦 为什么可怕 就感觉很难看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年代 我的艺术照 是15岁的时候拍的 这个时候就是很朦胧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跟现在长得一样了 但双眼皮可能还没有双得这么 就好 因为它才刚刚翻上去 这个就开始像了 而且你真的有双眼皮了 你这个15岁 对15岁 what the heck that's crazy 是不是跟我现在长得一样 真的一模一样 这也是15岁吗 也15岁 that's crazy 那确实有好大的变化 就从你最小到高中就挺大的 这个是还没有双眼皮时候的我 你这个时候多大 十一二岁 so different bro what the heck 真的很像整的一双眼皮 什么鬼 就真的就很不一样 that crazy 对我高中的还没看完 我还没看完啊 我以为都要结束了 没有没有 刚刚那个只是初中的 ok 这里你的双眼皮也看起来更大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也 如愿地搞了这种刘海 我妈就很嫌弃 不要把你的刘海捂到脸上 有点刷拿特的感觉 我就长得已经跟现在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反正也不会化妆 啥也没有 但你看我这个时候眼角 就比小时候开了挺多了的 因为已经开始戴影线眼镜了 我不知道戴影线眼镜 会不会影响开眼角 不会吧 下一张 ok 这后面就是最后了 就是我十七岁的时候拍的 也还是类似于艺术照这样子的 oh my gosh bro 你信吗 这个人十七岁 是不是跟我现在差不多吧 这怎么弄的那么短啊 就是头发翻上去了 然后就相当于这样子 这个挺酷的 哇 没了 没了 Holy 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你自己走看就 嘿嘿 对 这是我吗 原类还是挺 挺神奇的 对 真的挺神奇的 因为如果小孩子小的时候丑 先不要急着扔 他长长可能会变的 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小时候 印象比较深的故事 所以 你们有没有什么这样 让你们记忆深刻的故事 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分享 对 留言告诉我们 我真的挺好奇的 二位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 关注还有转发 下次见吧 拜拜 Peace